别聊国安 行 前五分钟不聊国安 后边五十分钟一起聊聊国安 好吧 咱们这个中超连连看 不老少朋友 都已经持续关注了 我是希望呢 我们喝水不忘绝景人 我们要感谢 五八同城 五八中超连连看 五八同城呢 是中超的唯一 指定生活服务平台 也是中超的 主赞助商之一 所以五八同城呢 能够给予我们这样的一个节目 更 多的支持 所以我们要感谢五八同城 另外呢 大家呢可以啊 这个下载APP 五八同城的APP 反正我知道您呢 也下载了不老少这个APP 再多下一个也无妨 下载五八同城APP 最关键的呢 就是你下载了五八同城APP之后呢 你这个搜索 你这个搜索 懂路 就直接进入到五八同城超职计 超是中超的超 职是职业的职 计是季节的计 然后你就可以这个首页上 你就可以投递广告 不是 不是投递广告 投递简历 上面有很多的民企业 在那里边呢 进行这个招聘 进行招聘 也期待着您呢 通过五八同城 能够找到称心如意的 能够让您的个人价值得到最大发挥的 好的工作 当然了 五八同城上 你也可以啊 有很多生活服务的这些 这个平台 您可以在这里面呢 找厨师也好 找家庭教师也好 买房买房都可以 五八同城 连连看 现在开始 那么中超呢 进入到第九轮呢 实际上呢 很多队伍呢 都已经打过一遍了 在打第二遍的时候 你会发现呢 很多队伍已经是物是人非了 因为经历了八九轮的联赛过后呢 有一些队伍目标明确了 要守住自己的 这个所谓的争贯组的席位 有一些队伍呢 是要争夺 进入争贯组的席位 而有一些队伍 咱们不说他破罐破摔 但是只能说是 他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战略的转移 把战略的重心放到了未来 在这个保级组当中生死之战 有的朋友已经开始计算了 由于今年的这个特殊的赛制 有可能你一场不赢 但是也能够保级 你比如说你前面这个第一阶段呢 一场不赢 你进入到保级组 接下来呢 你只作为比方说A组的到第一 倒数第一 对这个B组的倒数第五 两个回合你也没赢 但是你凭借客场进球 或者是竞胜球的优势 你呢 这个 这个 不不不不 发点球吧 发点球 就就就就 就保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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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那这一轮联赛呢 实话说呢 不好 不得好竞猜 我不知道您呢 猜对了几场比赛 我呢 仍然保持着非常比较低的这个财重率 八场 只中了三场 当然了 总体来讲呢 我的这个 盛平富的竞猜的总量啊 仍然是在50%以上 在50%以上 这个其实已经也挺不容易的 那么我上期呢 跟徐亮又进行了这个竞猜的PK 那么在最后一个比赛日 也就是说泰达对重庆 国安队武汉之前 我呢 是以1比3落后 就是我只猜中了一场 而徐亮猜中了三场 看上去 我必须要唱 徐亮朝思暮想的这个 朝思暮想的这个国安队对戈了 我已经开始练了 但是呢 最后的两场比赛 我猜中了重庆 2比1 台大和这个 这个重庆营和国安和武汉的平局 2比2 所以后来者居上 最终呢 我们是战成了平局 那么到现在为止呢 我在中超连连看 跟这个什么李伟峰啊 或者刘金东啊 或者是徐亮呢 这多次的PK当中 我目前是保持不败 保持不败 当然了 我要非常感谢裁判 尤其是马明先生 因为由于他在泰达对重庆的 这场比赛当中的那个点球啊 他呢 这个没有判重罚 使得呢 这个天井太达呀 错失了点球扳平的这样一个机会 导致啊 我竟猜的重庆胜 最终呢 这个结果呢 浮出水面 应该说呢 裁判 已经成为了中超的一个焦点事件 原因就在于呢 今年呢 什么克拉腾伯格什么的啊 他们现在正在抗议的第一线啊 他们来不了我们这个安全的 这个远离啊 这个疫情困扰的这么一个土地 他们仍然呢 只能是滞留在他们的国家 那么导致呢 我们本土的裁判啊 纷纷上岗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比如说啊 主裁判的判罚的尺度 比如说这个VR和主裁判之间的配合啊 等等啊 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 应当说 呃 这个呢 也是这个事物发展过程当中呢 可能会遇到的 但是不得不说呢 这个天津太达啊 由于有这样的一个判罚啊 就是按照国际足联的最新的规则解释 如果双方啊 同时伪力 比如说门将是提前移动 而这个主罚的一方呢 队员呢又提前进入禁区 那么这种球呢 应该是冲罚 应该是冲罚的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呢 马财在那个时候呢 毅然决然决定啊 罚不尽就罚不尽了 可能他脑子当中认为 双方啊 美归 相当于呢 同时双方犯规就不判了 啊 就什么结果 就是什么结果了 但事实上 这是错误啊 那么 呃 建业啊 两连败 一场2比5 江苏一场0比4 大连 我在上次节目当中呢 我虽然啊 说这个建业是平大连 但是我内心 其实我是觉得 龙东肯定要爆发了 啊 因为在此之前呢 龙东踢的非常的尽心尽责 只是啊 多场比赛呢 没有开花结果 那么按玄学 龙东该爆发了 但是我又按照玄学 觉得上一轮呢 这个平局没有 那么也许这一轮第一场就是平局 结果错误啊 龙东 独造 独造四球啊 让大连人呢 是4比1啊 4比0击败了河南建业 大连人呢 是上呃 前两轮呢 曾经是2比3输给深圳 那个时候已经有抬头的趋势了 接下来2比2平广州 恒大啊 领先两球 是不是 最后被广州给追平了 但是仍然保持着比较强劲的上升石头 到了这一轮 大连4比0赢建业 那么那位说了 接下来大连还能往上走吗 别着急 且听下回分解 鲁能0比1江苏 我呢 猜平局 我呢认为鲁能很难赢 但是呢 江苏最后呢 还是赢了鲁能 不是平局 但那场比赛呢 应该说鲁能的 无论是这个断流鱼啊 还是这个费莱尼啊 都有这个击中门注的这个表现 所以那场比赛总体来讲水平比较高 但是呢 最后分出了胜负 也许平局是更合理的 但是足球比赛没有也许 最终江苏苏宁 1比0 击败了鲁能 以17分呢 紧随恒大 之后在大连赛区呢 是排名第二 力压鲁能 深圳和深花这个0比0 实话说呢 这个比赛呀 最逗的 我给大家一个数据啊 37分钟 37分钟什么呢 37分钟的竞打时间 37分钟 一场比赛90分钟 加上半场补师 三分钟 下半场补师四分钟 应该是97分钟 但是97分钟的比赛 最终竞打时间只有37分钟 只有37分钟 半个小时多一点点 所以逐渐得这场比赛呀 双方拼强 对抗之激烈 导致呢 比赛经常因为犯规呀 受伤啊 暂停 上海深花 一共好像有大概 小二次犯规吧 所以这场的比赛可以说 差不多创造了中超的 比赛静大时间的新低 已经没有再低的可能了 你说90分钟 就踢20分钟 那汉都不应该出 所以不得不说呢 这一轮联赛呢 这个竞打时间最长的是广州得比 是广州 不是广州得比 这场比赛 对广州得比 踢了50多分钟的竞打时间 而这个深花对深圳呢 只有37分钟 这家伙差了18分钟 时间都去哪了 对吧 时间都去哪了 最终呢 是双方0比0握手沿河 那么仍然呢 深花12分 深圳11分 深花呢 还在 争冠组的 这个第四名 争冠组的第四名 而深圳仍然保持着 在后面 能够冲进 这个争冠组的可能 还有就是广州得比 这场比赛呢 应该说呀 我印象非常深刻 范布隆克霍斯特 排出了五四腰 这个五四腰几乎 能够啊 赢得比赛的胜利 至少能拿分 但是关键时刻呢 这个比赛当中啊 旅有精彩铺舊的 富丽的年轻的门将 最终呢 犯下了两个错误 一个是开球 开成了螺旋 开成了龙卷风 另外一个呢 这个徐兴的突破 传中啊 这个门将呢 没脱手 导致保利尼奥 把球打进 并且呢 愤然脱衣救助 不惜黄牌为代价 那么这场比赛 不得不说呢 这个广州富丽 踢了多半场的好球 反击也是相当的 这个犀利 利用黄正宇的进球啊 先领先了 想象一下这场比赛 如果有扎哈维 这个箭头人物 那么他的五四一 应该说有更好的 这个进球的机会 那应该是 扮上定定的 当然恒大最主要的 就是他的板凳深度 关键时刻 有一些队员的 这个上场啊 也是起到了 很重要的作用 像徐欣 像徐欣呢 徐欣呢 据说他当初年薪得 一千多还八百啊 反正是连提几个赛季 有时候也提不上 但是状态一直不错 这是个谜 这是个谜啊 一般来讲 队员呢 一个比赛季 或者好几个赛季都没怎么提比赛 按说这个状态会下滑 但是徐欣对此说no 毕竟是前马进名宿啊 他仍然保持着非常好的状态啊 也许呢 通过对广州福利这场比赛 在最后时刻的一个这个独闯龙潭的个人突破后的船中造成对方脱手 导致绝杀 那么他也可能会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呢 获得更多的出场机会 那么由于呢 在有一场比赛当中呢 这个对大连那个比赛当中呢 这广州恒大呢 这个黄博文啊 首发表现不好 所以做了两场的冷板凳了 现在啊 那么恒大呢 是2比1呢 赢了福利 但是紧接着第二天 华夏幸福 谢峰谢老转 用这个541的战术 2比0击败了上海上港 这究竟啊 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个541提的简直是让人瞅目结舌 有点像世界杯样 韩国队2比0赢德国一样 很像 这个谢峰啊 做出了极致的541的防守 连这个这个什么 这个保利尼奥 高拉特 就是我说华夏幸福的保利尼奥啊 都是不断的投入防守当中 叶洪博啊 私职这个左边一位 踢的也是 这个相当精彩 再加上中路的 什么赵宇豪啊 张成栋啊 是吧 潘喜明啊 潘大队 他们的这种合力的这种 包括王秋明啊 等等 他们的这个合力的 这个阻击 让上海上港的 这个进攻啊 无功而返啊 这个本轮的抢断次数 这个包括解围次数 第一名都是华夏幸福 在那场比赛的当晚 我用手机翻出了谢峰指导的微信 我呢本来想给他发一个长一点的 后来我一看不好 为什么呢 因为我一看我们俩微信还停留在今年的大年三十二 是他给我群发了一条祝贺春节的短信 但是我没有回 因为我这个人呢 就甭管是谁给我发 如果是群发的我不回 不管是谁 但我一想我没给他回 如果我再给他发长的 他会理我吗 对吧 他说群发的对吧 也应该回呀 对不对 那么我最后就给他说 谢峙 五四腰提的这么好 然后发出之后 我十一点半发的 大概在凌晨一点四十三分三十五秒 谢峙道给我回了个笑脸 好 那这个五四腰呢开始抬头了 一方面呢 他通过五四腰的这个阵型 能够稳住后防 中路三个中位 然后呢边路呢 能够有这个相关的 这个协防保护 最重要的就是各个队 都有 可以两三个人完成反击的外援 你想这个华幸福的马尔康 高拉特和这个保利尼奥 是非常容易 对吧 三船两地 进攻不需要那么多人 这已经是再论的 对不对 你比方说广州福利 那那这个这个 如果要是有一个类似扎哈维这样的人 加个萨巴 再加个雷纳迪尼奥 这哥萨 听光五四 打反击是很容易的 所以有很多朋友说呢 五四腰最重要的是 你不能光防守 你得有反击 那么光有本土球员 这个反击就说打不起来 但是你别忘了 但是你别忘了这个外援的出现 不就是为了让你打反击用的吗 对吗 所以我预计在未来的这种比赛当中 五四腰阵型将会大行其道 当然了 你像这个恒大或者上岗 上岗其实也打过很多次这个 五后卫啊 包括国安 有可能啊 他会这个自视轻高 觉得呢 自己的实力比较强 不至于打五后卫 但是我认为 在未来的关键场次 尤其是淘汰赛阶段 包括牵扯到这个进入争冠组 这个这个关键的比赛 那么五四腰的阵型 会成为这个 很多教练的选择 尤其是 如果你在有一个外援中卫 打击五四腰来 在后边啪啪啪 这么一个 这个协调 那我觉得这个更有可能 现在因为外援多嘛 一个外援中卫 带领一波本土中国球员 用我们的血肉 筑起我们的场场 接下来三个外援 三感洋枪顶在前面 一有机会啪啪啪打反击 这何乐而不为啊 想当年在1997年98年 那个时候不就北京公安 就是三感洋枪加一曹彦东吗 不就是完成了 这个几乎夺冠的这个伟业吗 是吧 所以我认为防守反击 会在这个 接下来的中超比赛当中呢 会这个逐渐的成为流行 然后就是青岛零比石家庄 这个青岛 吴金贵刚上来 这非常金贵 后来呢 吴金贵呢 帮帮帮 成吴三贵了 因为呢 这个连续输球 连续输球 刚一上来呢 逼平国安 逼平上岗 可能啊 位置一下没摆正 吴金贵也说 对强队 我们得一分 对弱队 我们得三分 但是发现 现在你 你对强队 你可能一分不得 你对弱队 如果你把自己当强队 你可能也一分不得 不信你问问北京国安 北京国安 二别人领先 心理优势非常大 以为这个比赛已经提前结束了 进入垃圾时间 但是呢 顽强的武汉 通过换人调整 迅速的建立起了 这个阻击小分 反击小分队 埃夫拉 然后这个 率领着 这个 武汉军团 最终啊 二别 顽强的 扳平了比分 又把热内席奥 推上了风口浪件 热内席奥 现在不是热 而是有点冷 有点浑身发冷 而泰达呢 一边输给重庆 尽管呢 有裁判的因素 但是改变不了 泰达呢 一平八复的 这样的一个局面 所以泰达将会 作何 表现呢 立马来了 能不能够立马 有所逆转呢 这都是啊 接下来的一些疑问 包括U23的队员 张玉宁 在国安呢 应该表现的 比较出色了 内辰解说的时候呢 在65分钟左右 我说呀 这个得换人了 话音未落的 武汉就打回了一个球 那么也换人的迟缓 也是成为了北京官的主教练 热内席奥的一个罪过 一个罪过 那么今天呢 我们这个还会有抽奖 大家呢 持续关注我们的直播 一会呢 会有抽奖 裁判的判罚 已经造成了一些队伍的损失 还好 目前呢 这个阶段呢 反正多多少少呢 还不是那种啊 特别这个关键的时期 那么我现在就是担心呢 未来的淘汰赛 生死战 一战有可能就保急了 那么一战有可能就跌落 这个调急的深渊了 在这样的一个时刻 本土裁判 能不能够顶住压力呢 时隔二百八十天 武汉球迷现场又被卓尔了 这个助阵啊 卓尔呢 是上下一心 最终呢 是顽强的扳平比分 球场如职场啊 如果赢得啊 球迷的关注 成为足球职场当中的量 最量的仔 秘诀就在五八同城超值记 找工作 五八同城超值记啊 下载APP 搜索董路 进入五八同城超值记首页 投递简历 名企出场 于任你上场 一会儿呢 我们将会抽奖 抽奖 好了 那么今天呢 我们将会连线的 这位球员呢 是前国角啊 前国门刘云飞 时至今日 我想很多一些这个 老老资格的球迷吧 咱不能说老球迷吧 仍然能够记着 二零零四年亚洲杯上 刘云飞精彩的表现 那么也许呢 是经历了人生的 很多的这种曲折和坎坷啊 干嘛 他不知道您 抖音开播以后 一直有个背景音乐 刚才班里果也是开 如果连麦的话就好 有问题 您播吧 正常调一下 行啊 这有一直有个背景音乐 就是 我怎么那个手机的 但是 但是 听众听不见 听众听不见 退出就行了 这个 怎么我有背景音乐吗 啊 那么 那么呃 呃 刘云飞呢 也是 目前呢 是在做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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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但是 我耳机里一会儿 您跟刘云飞连麦的时候 可能就 公放出来就不行了 我现在连了蓝牙 所以就听不见 连了耳机 那怎么办 你先连吧 你现在不是还是 先连吧 嗯 啊 就连吧 没有音乐吧 没有 啊 没有音乐 小手呢 没没问你们 你们是没有 包括 提球直播的 现在我想是 我现在有三个平台 三个车站 我就想看看 哪个车站的观众 特别热情 我不是让你给我刷礼物 我现在就是想要 就是凡是在直播间的人 是活人 如果你是活人 请发送666 好吧 666 我看哪个平台呀 这个上的最快 这样的话呢 一会儿呢 我们就连线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 就是更有热情 更有热情 可以啊 让这个 很多朋友 感觉并不孤单 并不孤单 那么应该说呢 这个 现在的联赛呢 确实不是很好猜 不是很好猜 你比方江苏和鲁能 这种比赛 其实谁赢谁输 都是很正常的 深圳深花 其实0比0 有的时候也是 一个球可能就会定胜负了 恒大队富力 你即使能猜恒大赢 但是你恐怕 也很难猜中 这个惊险的过程 华夏能把上港掀翻 这就是冷门了 青岛跟石家庄 按说呢 你说打平也是有可能的 最后时刻 石家庄完成了绝杀 泰达跟重庆 也是 一度呢 也是这个半斤八两 但是呢 泰达错失了点球机会 最终呢 是1比2西败 至于说武汉跟国安 可能很多人会认为 国安会赢 2比0的时候都已经 关电视了 2比0的时候 已经关电视了 但是最终呢 武汉还是能够 占平北京国安 所以不得不说呢 中超的联赛呢 现在也是变得 更加的扑朔迷离了 我们来关注一下积分榜 那么在苏州赛区呢 是上港20 然后国安18 武汉十六 华夏十四 石家庄十三 华夏永昌啊 应该说呢 十三十四 啊 这个一一三一四 啊 谁都有可能啊 一场球就有可能进入冠军组 一场球就有可能跌入保际组 至于说在大连赛区 那么恒大22分 高居榜首 接下来是苏宁啊 然后是鲁能 苏宁鲁能啊 第二榜榜二之争啊 深花深圳啊 也是差一分啊 究竟谁能够进入最后的冠军组 野章成为疑问 别忘了 大连现在已经是九分了 贝尼特斯春天 在金秋十节可能要来了 广州福利也有复苏的迹象 但是建业目前来讲 还是六分呢 垫顶 好 现在的时间呢 是良辰已到 我们来那个连线一下 刘云飞 刘指导 我们来连线一下刘云飞 给刘指导 这个怎么连呢 我看一下啊 我让他 我让他 那对你让这个 刘指导连连一下我 连一下我 我这个手机 来了 你邀请 我还是邀请 邀请刘指导 我现在已经向刘指导 发出 董老师 董老师你好 你好 天津 天津话还是非常 非常根的 听我 还是比较浓 天津呢 是这个相声的 这个发源地 也希望你给大家带来 这个幽默的 中超的点评 咱们先说一说吧 这个 我经常在抖音上看到 你在指导 青少年的门将的训练 你给大家介绍一下 你现在的情况 我现在 还是比我了 这一会的 一会的 这有点靠里有点迷糊 我现在呀 就是 我跟小瑞 在签交 那个 弄个锐龙 锐龙周囚俱乐部 就是请寻 培训的 是跟张孝瑞 对 跟张孝瑞 然后那个 我在家是 守门员总监 守门员的教练 对对对 有那么十多个守门员吧 嗯 然后呢 在我现在就是最近 开始全国的去 去去去去 去开这守门员的 培训办 哦 去全国都开 现在都走了 走了哪些城市啊 在这个 沈珍 嗯 沈珍完了 是佛山 佛山 佛山 然后那个 顺德 顺德 对 现在 现在我杠回来 杠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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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就是 嗯 那个 嗯 河北 河北 河北有一个 告别店 啊 那边有个请训 准备 就是有一个医师 可能也在那儿 也准备弄这个 守门培训 然后 嗯 你现在这个路子就有点是张学友演唱会的路子 是吧 就是全国各地开演唱会的 对对对 这个什么时候到北京啊 嗯 北京随时啊 都行啊 我天津离北京是很近啊 那您那个一个班是几天呢 我一个班是五天 上下午的 但是现在开学了 孩子们开学了 我就基本都是得七天吧 这七天 就是下午 七次训练 对吧 哦 对对对 那个我们 我们因为这个 我们这边也有三个门将 三四个门将 到时候我们请您来 你给个友情的家 哪个友情的家 咱俩不用参加的 谢谢啊 我看的那个 看的那个 我也挺关注的 那个 就是小将 哦 谢谢 谢谢 但是我们那个 比较弱的一个位置 现在守门员 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青少年的守门员啊 他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可能 特别专业的守门员教练少了一点 对对对对 对吧 可能挺专业的 像 欧楚良 欧世道 还有 什么 像老一点的 年龄大 富宾啊 欧楚良啊 什么 雷雷 这些 都是 对 基本就是 他们有的在 一线队 带孩子 带那个 求援 对吧 很少就像这些 比较就是以前老的 比较比较专业的 在国家队的 或者是在地方队主力的 都能能带兴讯 嗯 嗯 那 就趁着我 因为 您是守门员 咱们就先聊聊 中超的守门员 因为 今年的中超 到现在为止 有一些守门员 表现的 还是不错的 但也有一些守门员呢 出现了一些 看上去非常 这个意外的 这些失误 导致 甚至比赛的 这个 失利 就您 您怎么样评价 现役的 中超的这些门员 哦 有的 确实有 有太多的 那种低级失误啊 嗯 可能就是 系统 系统化 那种 就是 从这个 年轻的时候 小的时候 系统化训练不够 哦 您觉得 他们现在 主要的这个 弱点在哪呢 脚下 你说什么 就是 现役的 这些中超的门将 如果说 他们在哪个 技术环节上 会相对来讲 薄弱一些 脚下吗 对 对 脚下 对 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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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这个 比赛经验 比赛经验 啊 对 比赛经验 比赛经验上 还有这个脚下 有时候 像最基本的 一些动作 就像 打了一脚 很正的玩 你用 就 最基本的 那种下地 弯腰 就是 单腿跪地 这种接球 有时候 可能还打一个 当 这种 这 这我也看过 反正就是 基本功可能 就是心理 跟这个经验 都不行 脚下 也不是 练的 也不是 多 多强 就是脚底 一挥传 中央一脚 给踢到 对方 前锋 导致进球 对 那这个 是不是也得 是从小 就得打一下基础 是吧 要不然的话 可能长大了 这个也不好改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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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大了 他就 你看现在 像现在 中超上的 应该年轻的 太太年轻的 应该也不算太多 是吧 嗯 就是这叫什么 北京那个小孩的 郭全博 郭全博 他不大 再有几个就是 富力的 富力的那个门价 也不大 富力的门价 上场就是稍微 有点这什么 事务对 我看了那两个 新球是吧 还有华夏姓竹的 那个门将 好像也是挺年轻的 尤其这些年轻的门将 他 比赛时候啊 就是 就是 尤其是在这种 中超 这种 联赛大赛 在那里面 你必须得 加一万倍的小心 处理每一个球都要去百分之之百的 可以干净 对 你稍微有一点疏忽 你导致十分失球 所以门将这个位置呢 确实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像 刘志导能够现在开始培养这些孩子 我觉得这件这件事情在未来对中国足球的发展会有非常大的这个帮助的我觉得 对对对 那你觉得 如果是一个十岁的孩子 如果你 你从专业的角度来讲 如果十岁或者十一岁的孩子 那么你 你要是选才的话 你更看重哪几点 如果从能降的角度 未来的身高 十岁 身高 对 身高现在是一个 是一个硬件 多 就是 古厕古灵 从多少你觉得可以交 一米八五 八五 再高了呢 再高了的是可能会笨 再高的话 你得看他 就是在现在的身体条件 也就是说 身高的下限是一米八五 对 下限一米八五 然后除了这个身高之外呢 您还看中什么 这个孩子的身体素质 身体素质 意志品质 对 身体素质 意志品质 身体素质就是 比如说反应 弹跳 爆发力 力量 对对对 然后意志品质 他能吃苦 能摔 对 对 就老人院去练 去教练 怎么去教 他绝对 有的孩子 就像现在 我教了 也教过很多孩子 有的孩子 他就一教 他就自己那种 那种那种那种 性格不太好 因为 有的孩子 越教就像我这种性格 你越说 我越 指责我越打我越骂我 我反而我这个到 又越激励我去 拼命去练 对对 那你觉得一个 性格比较张扬的 随数都呼喊的 然后这个 有这种 人来风的 然后经常有这种 神来之扑的 还是说 比较沉稳的 你那两种类型 你觉得 哪一种可能更符合 我们这个 独头的要求 符合什么 就是符合呀 你的这个 培养的标准 都行 还是说 你更喜欢 外向的 我喜欢 对对对 我喜欢那种 人来风 那种 兴奋情的 哦 哦 嗯 好 那么 你必须得有性格 有性格 啊 对 必须得有性格 什么缘得有性格 这库尔图 还有什么性格 库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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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这是哪方面性格 对就或者是德赫亚吧 或者叫那个 或者叫那个 这个 诺尔 诺尔 你库尔图 根本就 基本没什么性格 没性格 库尔图 就是 对 他没有性格 是他最大的那性格 除了那个 身高跟 那个 臂长 身高 臂长 那种身边 对 我不喜欢 您不喜欢 那就相对来讲 是不是 纳瓦斯 那你就比较喜欢 纳瓦斯 诶 纳瓦斯啊 就是 这种一米 他有一米多少 一米85 八六 差不多 他属于欧洲的门店里边的 比较矮小 对 对 然后 这个 他这种性格 就是 别看 我这种身材 但是 我能掌控 我这个 打进去 很有自信 很有自信 像德赫亚也是 对 对对对 德赫亚相对来讲 就是能掌控 我的门线 是吧 他不怎么出击 他他门线技术非常 他腿 他腿 平常是他 另外的手 没错 没错 腿很厉害 他挡住很多 比较球 对 那 刘日导是这样 因为 天津太达 目前来讲 天津球迷呢 都非常的关注 他现在 目前为止呢 是一骨八腹 那你 您觉得 泰达这个赛季 有点一步赶不上 复步赶不上 目前的这个 这个战绩 主要的 它的原因是什么 泰达呀 泰达 一瓶七腹吧 是吧 我记得 一瓶八腹了吧 现在 八腹 还行吧 还行吧 他就是 还行啊 泰达 怎么说呢 一说泰达 我这有点 来气 我这 我看了 我看了 看了几场球 看了几场球 确实是有点 场上这些队员的 血性 差点 你输了球 你就一低头就下来了 嗯 你输了球 就一低头就下来了 每场都是这样 在场上 你 你 你哪怕你去 你输球也没关系 你去拼啊 你去抢啊 对吧 你打 你有点 你有点这种血性 打出来啊 你 你大活也 也 也不至于这样 对吧 嗯 缺少血性 是吧 对 这个 那在您看来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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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 这个九轮联赛当中 你对哪个队的 印象最深刻 就或者认为他 夺冠的 可能性更大 嗯 我觉得他 我觉得现在 夺冠 这 还是 还是很大吧 我觉得他 我觉得现在 夺冠 这 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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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恒大吧 他各个方面都领先 我觉得都领先于其他队 恒大 恒大 他是从板正身队和整体阵容 整体的出源的这个水平 嗯 其实 还可以 都都不错 那这个上岗和国安呢 也可以 但是他们这上岗和国安有点不稳定 不稳定 有点那个 对 有点不稳定 但就是 机场打得不错 突然有一场 又打得不好 就是这样 可能这几支强队来相对 我感觉就是都都不错啊 都挺强 但是就是还是这个 恒大比较比较比较全面 比较这个 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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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哪个 这个联赛到现在为止 哪个外援 给你印象最深刻 外援呢 还是那个谁吧 那个那个 那个 那个什么 那个恒大 那个 那个 保利尼奥 对 保利尼奥 哦 嗯 他的能量 还是 他的这个工房 包括在关键时刻的 这个 对球队的帮助 还是非常大的 嗯 对 那谁也不错 那个上岗的 那个那个 奥斯卡也不错 奥斯卡 对 那么上一轮呢 因为没有 奥斯卡踢了一半 就下场了 结果呢 最终啊 这上岗呢 被华兴湖啊 这个2比0 给击败了 嗯 对 对 没错 奥斯卡确实在上岗 很挺关键的 是 那那刘日导 就是你 你踢国家队的 那个年代 呃 那些国家队的 队员 和现在的 这个 呃 中超的球员 相比 就是 经过了这么多年 你觉得这两波 队员之间 有什么样的 一些 一些时代 一些改变吗 呃 还是说就是有一些 有什么样的区别吧 你觉得 你说是我踢国家队 我这时 那我那个时代的球员和现在当代球员的感觉这个区别啊 对 对 对 那个 我那时候我就说我们我那时候的训练啊 就跟现在的训练可能就不一样 因为我那时候的 我们从小的训练 你看像我从 进国家队 从国家少年队 就是我们这帮 这批人 国家经验队也一样 我政治啊 呃 徐恩隆啊 赵俊哲呀 呃 李毅啊 呃 反正 反正就这些 这个童年龄人吧 训练就是 每天 训练都是在 六个小时到七个小时 以上 然后 每天训练完以后 自己还会去健身房 去做力量 呃 然后 我觉得 我感觉现在的 球员 就是小 小小小小 从小孩 小时候 现在清训的球员 训练量太 太 差太多了 他们一个星期的训练量 这也就是我们当时 一一天的训练量 哦 这不就是因为 所以现在 就是因为有很多的这个 假 假行家 说人国外的孩子 人家一周就练三次 每次一个半小时 完成就完 所以就是造成了 我们现在 确实 呃 训练量太小 然后而且这彭伟国指导 也曾经说过说 现在的孩子训练的 时长不够 对 差太多 差很多 啊 那有一种说法 就是孩子如果练多了 呃 就是 会不会让 就是孩子过早的 什么这个 身体机能啊 什么的都到 一个开发 过早开发呀 过度开发呀 反而导致后劲不足呢 会有这样的 说法 您怎么看 有吗 我们那是 也是天天练的 场地上起不来 一天 我我小时候去那是 下午两节课以后 我练三个小时 然后我父亲带着我 继续再练三个小时 我也没一样了 我还是 还是后劲很很足的是吧 对啊 对啊 哎 哎 董老师 我我问您 那个您喜欢 就是哪个时代呀 是现在这个 还是我们以前 那个时代 从球员来讲 我当然喜欢 你们那个时代 我觉得那个时候 每一个人都有 很鲜活的特点 就是包括性格 包括性格呢 也很也很鲜明 就是这是一个活生生的 这么一个一个一个 有血有肉的 一个球员 现在看呢 就有点模糊 有点模糊 有的那是 比较像 有的呢 也存在感也不强 所以我不得不说 真的 就是 当我年轻的时候 所看到的国家队 确实要比现在 这个中超 这些球员 要特点更鲜明 这个是不是 也 也不能怪他们 可能还是时代改变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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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挣钱多了 还是教育 还是文化 还是社会 这个培养 从小 反正总而言之呢 就没有那么鲜活 那你 那如果你发现 他这个训练量不够 你会跟他家长说 多练会吗 会啊 会啊 我肯定会啊 我每次 我带训练的话 我每次都是加练的 我没有 正常时间结束我 每次都加练 你是加练不加价是吗 不加不加不加 那真的可以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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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须得 每次都得 比方说一个半小时 的训练 我都会 到两个小时 接触 而且每次 我都是必须得 亲身的做 做示范 去做 纠正他们的一些动作 那你光说 没有 这很 达不到效果 你这让他看 亲眼看见 那种动作 是怎么出来的 嗯 嗯 是 那个我 我听说 这个张孝瑞的 儿子是零几的 零九的吧 零九 零九 他踢的时候 是说是踢的不错 相当不错吧 在同龄年 同龄的孩子里边来讲 是非常不错的 在天津能数上 但是 能数能数 在天津绝对能数上 但是他还没有 他爸爸的小时候 记得好 哈哈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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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孝瑞 就是当初 同龄的时候 那么出色 对对对对对 但是他在 他现在 同龄里边 就算 天津就算可以了 就算 就算 肯定 排个 一二吧 哇 是吗 嗯 同龄里可以啊 同龄里绝对可以 嗯 那你们这个锐龙 呃 有几个年龄段呢 锐龙从 0910 呃 1112 呃 1314 然后 反正就是从 五岁到 十一啊 哦 都有 是吧 都有 都有 那你这个 09这个队在天津 应该是 呃 数一数二了吧 呃 基本都是 09这队在天津 都是冠军吧 去年冠军 天津是冠军 今年 啊不啊去年对去年前年 嗯 基本都是不是第一就第二 那那能不能我们去去天津 去跟这个锐龙学学习一场 好啊 但是现在打比赛了 这天津是这个 这组是这个去这个孩子们比赛了 现在正正打着比赛 每个周末都打 嗯 对 每个周末都打 哦那行 那回头等你们的那个比完赛 拿完冠军以后 然后咱们约一下 反正离得也近 离得也近 对对对 嗯 对 那么这个天津的足球 在你看来 这个曾经有过非常 辉煌的这个传统 但也不怎么 从什么时候开始呢 这个天津呢 就是好像 总是 处在一个 比较比较动荡的 呃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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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状 有人说天津足球这个职业足球啊 不是很团结 你说这说这个水很深 这是这么情况吗 嗯 天津足球啊 天津足球 我觉得还可以吧 嗯 团结我感觉啊 一直都很团结 只不过就是在某个点上 做了一些个让外界看的不是很 不是很那什么的事 比如说你看像 天海 解散 这是我 这是我 这是我个人的个人的这个这个想法 我是真聊天 我说我就是觉得 我就认为我想 天海这么多的好的天津籍球员 你为什么不留下来呢 太大了 我 这都是自由身啊 他也想为天津效力啊 对吧 为自己家乡效力啊 为什么为什么 他不 太大不给留下来 我也挺纳闷的 那你 你觉得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这个我觉得可能就是应该是他 人员已经 齐整了 保和了 还是怎么着 从事就没这些 就是人才 自己认为 自己认为已经 实力已经够用了 可能是这个 哦 而实际上呢 可能还是 在这个阵容这方面呢 还还不够强大 嗯 这比 每一比赛之前 他可能认为自己还可以 这一比赛 可能稍微就差了一点 嗯 那那在你看来呢 就是你现在曾经是国家队的队员 然后又做 开始现在开始做清训 那你你对这个中国足球的未来 你有信心吗 你来十五年以后 有信 太有信心了 我现在做的这个事就是为了 十年十五十五年以后 能能出来好的守秘员 嗯 对吧 我要不我也不会去去教这些个 像十岁啊 八岁九岁的孩子 因为因为我深深 我从我这深深 理解就是 体会过来的 我从 八岁九岁 我就没有专业的守秘员教练 那你都能 最后能守上 那你就是应该 你是有天赋啊 天赋能教出来吗 天赋不能教 但是你天赋只能占百分之三十 你后天努力必须得 比天赋要大得多 你如果要有好的守秘员教练 再如果再碰上 有天赋的球员 那我水平就更高了 嗯 那你觉得 您的这个守秘员的 呃 执教的 理念或者是 是风格 你觉得读 读到的地方在哪呢 就是你跟别的守秘员 呃 教练相比 除了您这个国家队门将的经历之外 就在实际的教学当中 您觉得您的核心的 呃 教学的竞争力在哪 我呢 我觉得我现在带的这个 带队员哈 第一个 我得把他们这个 就是就是 这个气质 说明你必须得有个人的这个气质 嗯 你得掌控这个 全场的 对 这气质培养出来 然后就再是 基本功 再是这个基础训练 再是门上的一些东西 然后 我觉得我的优势啊 就是就应该是 虽然40岁啊 还能动一下 在我能动的情况下 对 在我能动能做示范的情况下 我一定 多去带孩子 多去给这帮孩子们 多看 哦 哦 那这个 如果有国内的一些孩子 想找你学练守门员 怎么就直接给你发私信呢 还是你有什么机构啊 还是怎么着 我现在 我现在啊 我现在啊 我马上就 马上就是在 天津 我天津现在 准备就是 成立这个守门培训机构 哦 厂地已经有了 厂地已经 马上就干好 啊 然后 在深圳 啊 深圳那边 也是 也是守门培训机构 那你开分店了 相当于 对 也不是分店 反正我就是 因为现在 现在的青少年 那个 清训呢 他 唯一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 孩子得上学 你上学 他就得 他就得 把人下学以后训练 对 对吧 我 你 你不可能 你 而且你 你还有别的 自己的校队 或者是俱乐部队 还有 或者是 梯队 你可以 你可以 就是 往我这来 我就开这个 假如我在天津 开 呃 这一 这一个星期 然后 然后 那个 这一个星期 过去以后 再完了 我休息一个星期 直接转站 深圳 带一个星期 然后 我再 转 再转站 佛山 带一个星期 然后 在西安 带一个星期 是这么个情况 我准备在天津 佛山 天津 深圳 还有这个 西安 弄三个 这个 属于面 培训 第一个 我今天 这个 慢慢来 我那主页上 有那个 我 我那个 俱乐部的 联系方式 哦 太好了 大家呢 就是如果 你的孩子 其实 守秘园 这个 这个位置啊 说句实在话呢 因为小孩 有大多数 孩子都想踢 但是呢 你要孩子 被刘志导 能够相中 练出一个 门将来 我觉得也挺好 门将将来 是西水 对对对 没错 而且门将 一旦做上主力了 就基本上 就场场 都手发呀 是吧 嗯 对对对对 现在 而且还有 现在还很多 那些 业余 守秘园 爱好者 他也想 就是 有很多会 私信我 问我 什么时候 开班啊 什么 我对他们 也会有一些 这种开班的 这个时间 但是我会 这个 通过这个 什么 抖研 或者是 我们俱乐部 宣传什么的 到时会 跟大家讲 哦 就是不仅是青少年 还有这个 业余 业余的 门将的 提高班 是吧 不是不是 业余的那只是 我就只是 这个 我看 这个业余的 这些球迷啊 这些个 爱好者 他太 太热情了 但我总是 说太 好多人都找我 我就是 没事 我就是抽出来 时间 开个 开一期 这个 带政练一点 哦 哦 今天呢 也跟这个 云飞指导 聊了聊 我觉得我受益 最大的就是 他对于 目前的这个 青少年 啊 这个训练呢 可能 这个量啊 确实还不够 所以呢 虽然说孩子们 还得上学 但是呢 也应该呢 呃 还行吗 咱 我是这个 是吧 那咱 预测一下 还行 那咱俩就是 完了 我 你要赢了 你想让我干嘛 你说你了 如果我 如果我要赢了 就是 我们呢 派人呢 到天津 把这个张肖锐的儿子呀 接到北京来 然后呢 跟我们这个09的队呢 一块 踢场比赛 你要赢了 啊 踢场比赛 就叫 孩子跟你们09队去 在你们 跟你们队 一起 对外 踢场比赛是吧 对 或者 对内踢也行 就是 我就想看看张肖锐儿子 踢的怎么样 然后我们 车接车送 负担 负担所有的这个 食素型 一个孩子 加一个大人 行 行吗 那 那个什么呢 那那个 我要是输了的话 你要是赢了的话 我这样 我呢 现在跟那个 就是中国这个 有一个 成火的 成火爆的一个 专业守门的这个 这个品牌啊 现在马上弄联名 出的守门手套 我帮你办 不用 还有守门的 那个 那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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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大火 大火 我跟他联名 对 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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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用我的 logo跟他联名 然后 我如果输了 我 赞助 咱那手 咱 对里的 守门 一人一副 专业 守门 手套 我的那 联名 这个牌子 行吗 那怎么说 那 那 你输了 你赞助 我们 手套 对 那我输了呢 我应该做什么呢 我买你 十副 手套 对 我们手套 不用 不用 你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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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想 你输了 回来 那你跟徐亮 你跟亮子 怎么弄的 唱歌 唱什么 唱 他让我唱 国安队队队歌 那我唱 泰达队队歌 国安队队歌 呃 泰达队队队歌 中国就有队歌 哈哈哈哈 那你 你就 你就唱 那什么 就我输了 我输了呢 我就带队去天津 我带队去天津 然后呢 我就 那个 我就三个守门员 我就报 我买你 买你那个 一期的课室 行吗 这三个守门员 不用 必须买 三个守门员 我跟你练 我跟你练 没问题 不用收 不收 课室位 刚才一开始就输了 然后你这样吧 你就输了 你就唱国歌 唱什么 国歌 为什么 可以 我歌可能在这还不能随便唱 因为我要唱跑调了 唱那个 不行是吧 不行 行 唱那个 这什么 这个 这个谁说的 征服 也行吗 征服啊 征服 你怎么 怎么那么喜欢 那个征服的 你不能 你唱一个别的不行吗 你再点 换个 换个歌 我现在就跟你唱 春风十里行吗 不是 那下边 我那 这有可能是 除名人一样唱的 不是 我怎么觉得 你唱歌 是不是很好啊 我唱歌不行 不可能 我 我 我很多年前 我认识一个 朋友 就说你唱歌唱的好 真的 这个得有 恐怕得有20年了 他听过你唱歌 真的 我唱歌 真不行 是吧 行了 这样吧 东老师 你就唱那个 泰达队队队歌吧 泰达队队歌 泰达队队歌怎么唱的 这个 那我还得回网上搜一下 是吗 这网上一搜就行了 你不一定说 泰达队队歌 天 行 不是 我觉得 我输了 我还真的就是登门 我带着 我带着 我的这个 这个拍摄团队 我给你做一 做一期 这个刘云飞的 纪录片 行吗 这可以 行 可以吗 好 好吗 咱一言为定啊 我输了 我跟你联系 找个 周末或者周中 反正只要你训练 我们这个派团队过去 就采访您 把您整个训练的 这个 让更多的 球迷 中国球迷知道 你刘云飞 现在正在坐着 为中国青少年足球的 这个发展 巨大的 这个这种贡献 好不好 对 你带着 拍摄团队过来 你还把那个 你们那个守卫 你给我看看 然后你给我说实话 说行了 就行 不行就不行 你说完了 完了说不行的 那个 我就给他 跪了 好吧 就别耽误功夫 好嘞 你不用 我看看 我看看 你带我来 你带我来 我给你弄 行 好 没有 我这写 写啊 大为 大量的 福尼 有 福尔 成了 宴生 聪系 特 mistak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觉得云飞可能是意识流的预测 意识流啊 这是我见过的最厉害的流派 你看没有 意识流啊 这个是最难对付 来吧 咱们先对着这个屏幕 这个 好 咱们说吧 我第一场 我说一场你说一场啊 第一场复利盛建业 复利盛建业 复利平建业 好 第二场你说 大连复苏宁 那一样复苏宁 第三场恒大胜深圳 没错 我也是胜 第四场你说 申花平鲁能 申花复鲁能 好 好 第五场是国安圣太达 一样一样 好 第六场 上岗圣黄海 我也是上岗圣黄海 第七场 我是重庆平华夏 我是重庆 附华夏 好 第八场 永昌平卓尔 我也是永昌平卓尔 咱俩这个好好弄 咱俩这个 一 一二 咱俩只有三场不一样 对 只有复利 我说胜 你说平 申花 申花你说平 我说富 然后重庆 我说平 你说富 是吧 对 就这三场 再截下读啊 来 反正要么 要么呢 就是刘志郎呢 赞助我们这个 足够小将 呃 审美员的大伙的 这个联名款的 呃 呃 这个 装备 要么呢 去天津我去拜访刘志郎 并且开设刘志郎 现在做清训的 那个 纪录片 好吧 行 可以吧 所以 可以可以 没问题 感谢那个刘志郎 然后也也期待着你 你能够培养出来中国 未来的 这个新国门 好嘞好嘞 好吗 那咱们反正 跟天津也离得近 你你们 你跟张娇瑞 这个俱乐部 咱们多交流 好不好 对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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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没问题 那就出去 谢谢刘志郎 谢谢 行 那就这么着 好 好 后会有期 好 拜拜 好 好 好 咱们 这怎么 好 好 这个 这个 稍微有点热啊 但是我觉得啊 不管 不管这个刘云飞指导 这个过去在这个绿音场上 留下了多么辉煌的这个篇章 那么此时此刻呢 他又在青少年的这个训练场上 在辛辛苦苦也是用心的在带着新一代的年轻球员 我认为呢 呃 这就是 呃 非常值得 肯定的 啊 而且呢 我们通过很多的 这个视频 能够看到 这个 刘云飞指导啊 就是40岁了 呃 他是79年的吧 79年的 啊 然后 仍然在做着这个非常精彩的示范动作 让我想起了大概是在1999年 1999年呢 当时呢 这个国 呃 国澳队和国清队 都是在北京红山口 就西山呢 集训 啊 国澳队的主教练呢 是霍顿 国清队的主教练 我现在有点记不太清楚了 应该也是个外国人 然后呢 有一天晚上 呃 大概应该是六七月份吧 反正是夏天 呃 我呢 开着我那辆已经丢了的 白色的普通桑塔纳 从现在已经被扒了的 不是 已经被 被 被搞掉了的 北京工人体育场 小白楼 出发 我车上呢 坐着 呃 三个人 这三个人呢 分别叫做 陶伟 薛申和上义 啊 我们呢 从工体出发 到东四十条 向南 经建国门 走上 东长安街 过天安门 中南海 六部抗 不是 六部口 啊 西单 呃呃呃呃 真武庙 不是 西单 呃 李世路 工会大楼 木西地 啊 一路向西 啊 一路向西啊 就直奔 西山 而去 因为我呢 是这个 带着 他们仨呢 去报道去 去报道去 当我们这个车 行驶在 木西地 附近的时候 因为当时 晚上应该 大概是七八点钟 啊 那么在 北京的 西北天空 出现了 三组 不明飞行物 啊 所以当时呢 我一边开着车 我一边 高喊 飞碟 那 也就是说 大家俗称的 UFO 然后呢 这同车上的 这三个队员 两个是 去国澳报道 陶伟跟薛深 一个 就是商议 啊 呃呃 去国庆报道 他们呢 同时 啊 沿着我 所手指的方向 这木桐 摇指 姓华村 啊 他们看到了 天上的 步兵飞行物 啊 那就是我们 至少 那天晚上在北京 有四个 目击者 后来呢 我们连夜呢 就到了 西山 啊 然后他们就向 国澳队和国庆队 报道 随后几天呢 呃 我们就在西山呢 做了采访 那个时候呢 我呀 呃 我呢 是穿着 奇装衣服 啊 因为那个时候呢 我有点跑偏 那个年代啊 稍微有点跑偏 我的头发呢 是染的 啊 染的是金色的 有一半 是金色的 啊 所以那个时候 我的 我的这个形象 就跟 后来我发现呢 吴亦凡呢 是学我的 嘛 后来的吴亦凡 也就是说你们 心目当中的这个小鲜肉 他很多的造型 其实是学我当年的 嘛 不是金毛 是他妈拉不拉多 好不好 是拉不拉多那款 啊 对 后来呢 我就说 我就在西山看了训练 就是刚才刘云飞指导所说的 守门员 刘云飞 啊 后卫包括徐云龙 政治 但政治那个时候呢 是两边打 又打国 又打国枪 然后就是 就是赵俊哲 啊 包括李毅 啊 呃 这些队员 就是7980 啊 他们当时 给我留下了非常 这个深刻的印象 非常深刻的印象 好啊 那个 我先说说我这个 我这个竞猜吧 呃 我富力胜河南 就是 我觉得呢 实话说 这场球呢 平也是可能的 啊 平也是可能的 啊 但是呢 我认为呢 这个富力呢 呃 这个没有赢 没有拿分 没有在恒大身上拿分 实话说呢 是稍微有一点呢 不是很公平 嘛 呃 那么 河南呢 这场比赛呀 输也输不了多少 因为他前两场比赛 输的太多了 所以呢 我一 我再一看呢 1比0的比分 就说 主队在主队在前的 1比0的比分 已经有很久 没有出现了 啊 那位说了 说0比1有 0比1跟1比0不一样 啊 按照我那个选学 按照我的选学啊 而且巴索哥也回来了 啊 巴索哥也回来了 那么 因为复利 比方说1比0 赢河南 也是有可能的 啊 接下来呢 大连和江苏 虽然说大连呢 现在呢 这个势头正进 但是我认为呢 江苏啊 似乎又进入到一个 啊 比较稳定的 发挥的一个 一个局面了 他能1比0 立刻鲁能 就证明着呢 这个 江苏呢 他的外援啊 埃德尔啊 特歇拉啊 桑蒂尼啊 非常有能力的 而且他的内援呢 也不差 嘛 也内援也不差 还有这个外援的中后卫 所以总体来讲呢 他只要门将 啊 不犯错误 我认为呢 江苏呢 是可能啊 拿下大连 因为大连上一场比赛 进球太多了 大连呢 进球太多了 嘛 进了四个 说你这场比赛 他再进俩 难度比较大 嘛 所以我认为呢 大连赴江苏 恒大胜深圳 这我也不用说了 就是也许恒大还会暴冷 但是呢 你没法猜恒大 不赢深圳 嘛 深圳上一场0比0 呃 对深花 嘛 也也也 也有一定的优势 但是你别忘了 这个一场比赛 就踢37分钟 啊 实际上这个队呢 没怎么正经踢球 没怎么正经踢球啊 恒大还是有他的 这个 这个 呃 整体实力的优势 而且恒大你记住 他一场好一场坏一场 因为他呢 是 很多队员是打一场歇一场 打一场调一场 啊 你比方下一场比赛 小摩托 可能从一开始 就能首发了 小摩托 对吧 然后你再加上这个 呃 这个塔利斯卡 可能 呃 或者是这个这个这个什么 埃尔克森 呃 可能也会有有 有应的爆发的可能 没准政治 缓了一闸之后 又上来了 啊 蒋光泰 休息了大半场 啊 可能一回来之后 又满血复活了 啊 所以呢 恒大胜深圳 深花负鲁能 因为我觉得鲁能 不能再输了 因为李肖鹏也是哥们 啊 不是我的哥们啊 李肖鹏也是我哥们的哥们 啊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 我只能说 崔康熙输了 下课就下课了 但是李肖鹏 要留下火种 而且李肖鹏 大鱼 是吧 马上就来了 你不能说等鱼来了 那么人没了 那不行 所以呢 我觉得鲁能该赢了 鲁能三连败 或者三轮不胜 这个包括费莱尼 可能没准该进球了 费莱 是吧 所以我认为呢 这鲁能啊 该赢了 啊 也就说深花呢 没办法 只要遇到一个两连败的鲁能 这个没办法 玄学啊 国安胜太达 这个 你要国安 要是我其实内心 我希望国安赢不了 这样的话 热内西奥就能下课了 但是咱们考虑到 这个这个 往往呢 在最关键时刻呢 热内西奥的命还挺硬的 啊 你这么考虑 在这奥古斯托逐渐会恢复 啊 其实国安上场比赛呢 有了这个经验教训 虽然说呢 既吃不既打 那有 好几次都是领先 完了最后被人扳平 不能再犯了 再三再再再再四 不能再五再六了 对吧 然后就上岗胜青岛 说上岗连青岛都赢不了 那这个事 其实也挺大的 也挺大的 剩下之所以说 重庆平华夏和石家庄平武汉 我只是觉得 这这轮总得有两场平局吧 前面都分出胜负了 我就把最后两场比赛 怼成平局 行吧 怼成平局 这就是我的理由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 就是一玩吧 好吧 行 你们的 大家都有各自的这个理解 这个都不用争 你不用跟我争 你说你不对 应该生花赢鲁能 你争这干嘛呀 谁也不知道是怎么着 谁能把谁怎么着 对不对 好吧 对武汉赢 对武汉按说呢 应该赢 对啊 很多球呢 是应该赢的 好了 今天呢 就是这个中超的 中超的这个连连看的 连到这了 总而言之呢 中超还是挺有意思的 那么我下一轮的解说呢 我看看啊 我看我下一轮解说 是是是是是是什么 一个一个节奏 我下一轮解说呢 是9月9号 一山东兄弟 开口时间 19点30分 上海生花 对山东鲁能 这是 这9月9号啊 周三 我解说生花对鲁能 然后就是9月13号 怎么13号 9月9号是明天吗 后天 呃9月13号 呃 这球厉害 我这球厉害 9月9号 9月13号 是山东鲁能 对广州恒大 那总结说 我这一轮就解说 一场比赛 我不知道这个 那我这房贷怎么还呀 就老是这么 一轮就安排一场比赛 是我解说的 没人看吗 还是 什么情况呢 卖孩子 啊就 现在就只能 又靠卖孩子了 只能靠卖孩子 来挣钱 卖花生 对卖花生 啊 班尼他们 班尼的妈妈爸爸呀 这个这个 在老家呀 现在成 明星 满了 家乡企业 不是 家乡企业 就是 就是 因为 很 因为他们 就是没有想到 说原来呀 这花生啊 这结出来之后啊 都是 都只能啊 卖不出去 就只能在家里边 晒干了 完了 扎花生油 没想到啊 全村都闲着 就 班尼他们家 七的姑八大姨 一起都在挖花生 啊 这周围的邻居不是开奔驰 就开包嘛 人一看说你们家怎么回事啊 挖这么多花生干嘛呀 招什么急呀 我说将来不也就扎花生油吗 哎 也班尼的这个 这个 老江说 对不起 我儿子都给卖了 儿子 全把花生都给卖了 啊 所以立马呢 就成网红了 网红了 啊 所以 现在大家 如果还想买花生的话 给 加一下这个 班尼 加一下班尼啊 这个 五金 包油啊 多少 就涨价了 是吧 必须得涨价啊 五金包油 三十三 啊 这个花生呢 是从地里直接薅出来 就装箱了 就就就就给您寄过去了 然后呢 你到家之后 真的 带着土 煮 有一种泥土的芬芳 这把泥土 这把泥土 妈啦 妈啦 有一首歌是这么唱的啊 嗯 好 这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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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班尼 二七六二 啊 大家可以加的 现在就加 我看看他能不能有人 有人加的 现在就加啊 凯爸给打出来了 班尼 班尼 就 B E N N Y 二七 二六是吧 二七六七 啊 班尼 B E N N Y 二七六七 啊 我把班尼的家的花生都卖完了之后 我就准备去打个PK 啊 这样的话班尼能给我上个加电话 哈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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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来了吗 没来啊 没来啊 手机正在拨着呢 啊 哦 有 李龙飞 请求天家朋友 我天哪 B 单单 请求 E 我天哪 你看 我天哪 我那妈呀 是这个吧 你看 嗚嗚嗚嗚嗚 来了 我看 你看 哎呦 我天 听听 你看 打电灯 打电灯 三十三 三十三 每一个都是三十三 哦 哈哈哈哈 对 可以可以可以 啊 啊 好了 这个今天呢 咱们这个五八同城就到这了 哎 没抽奖 抽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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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来 这个抽奖很简单啊 呃 大家呢 呃 五八同城超值记 啊 就打五八同城超值记 记住啊 这值是职业的值 五八同城超值记 然后我们小小手 小斗 还有这个 嗯 小皮 啊 咱们同时结 嗯 结 然后呢 截图的第一位 打打对的朋友 那么将会获得呢 五八同城提供的 精美礼品一份 好吧 精美礼品一份 这有的朋友打一五八同城666 五八同城超值记 对 啊 那请我同事这个 呃 小王 你给这个截图 截图 您直接喊停 然后班 班里和永江那边 啊 就说我的同事现在都在三个平台准备结了 是吧 对对对 好的 好 我喊 我喊停 不是 我喊停 我喊一二三 结 好吗 大家一起结 然后大家到这个乐波足球的官方账号上去查询中奖结果 可以吗 好 五八同城超值记 一 一 二 三 结 好了 啊 感谢大家呢 这个收看五八同城 我们五八连连看 啊 五八中超连连看 我们的节目呢 就是每一个轮次的中超 结束之后的第二天晚上十点 啊 我们将会呢 在 呃 呃 这个小小斗 小手 然后包括这个小皮 我们呢 呃 做中超的一个盘点 然后呢 也会连线相应的嘉宾 好吧 感谢五八同城 感谢五八同城超值记 感谢 呃 穷民朋友们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关注啊 那么这期的五八 同城 中超连连看 就到这 好吧 那么接下来咱们开始进入 这个好 随便聊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状态 好吧 呃 我先讲讲这个 我先讲讲这个 本月 十二十三号 在北京啊 将要做的 中国周小将悠久的 正式选拔的 呃 这个活动 好吧 那么经过了 差不多有一年吧 一年 一年 甚至一年多了 经过了一年多的 我们的 呃 不断的追踪 不断的 发现 啊 那么 也通过 中国周小将冠军挑战赛的 洗礼 啊 再加上呢 现在的这种社交媒体的 这种 呃 不断的这种 露出 哦 我们呢 终于呢 呃 中国足小将悠久 啊 正式组队选拔的集训大名单 啊 那么这份名单呢 看着呢 其实还是挺让人震撼的啊 因为呃 来自全国的30多位的2011和2012算年龄的话应该是9岁和8岁啊 呃 呃 这个优秀的孩子进入了这个大名单 然后呢 他们将会呢 呃 在 本周五晚上嘛 从全国各地啊 从全国各地啊 飞到北京 嗯 从全国各地飞到北京 啊 别烫着手 这哥们真行啊 哈哈 哈哈 那个 从全国各地飞到北京啊 然后呢 我们将会在周六呢 上午进行一次训练 然后呢 周六晚上 包括 周日上午 啊 将会进行这个比赛 这个比赛呢 呃 不像以往 是是对内的这种对抗 而是说我们将会邀请 啊 艾提克 一灵啊 包括中国租小将一灵 啊 还有谁 就这两个一灵的队 轮番的跟我们三十多个 啊 一一一二的孩子进行比赛 然后我们呢 也是组成了一个强大的专家评审团 他们有的会亲临现场 比如说 杨晨指导 周宁指导和徐亮指导 那么有的呢 将会通过远程 啊 关注直播啊 来进行这个评审 包括上海上港的 呃 清训总监和 目前中国优十九国庆队主教练啊 程耀东 程指导 还有呢 这个 滴水不漏的 啊 山东鲁能预备队教练 刘金东 刘指导 啊 还有呢 本来这个韩鹏 韩鹏指导呢 已经本来已经答应我们了 但是呢 后来呢 呃 这个 因为韩鹏指导呢 现在是在哪个国家队 国字号 他也是 也没问题 他也没问题 但是呢 就是 呃 他说得跟队里面打声招呼 他是不是在U16啊 好像是哪有国的号 U16 就是少嘉一那个 那个 那个 对 他还是做 没关系 没关系 那 这个就是 韩鹏不行的话 我们就韩端呗 对吧 韩端如果不行就韩信 好吧 还给有的 嗯 嗯 呃 有朋友说能不能去现场看 没有问题 中国足有小将 呃 是从某种角度来讲 我们希望 呃 不仅 就是我们 就是 如果一切只要有可能 我们欢迎 我们欢迎啊 呃 北京的朋友 呃 昌平的朋友 离得近吗 呃 都都去现场去看去 你要是周六晚上没事 啊 你就过去看 你要是周日上午没事 你也过去看 一定记着带着笔啊 带着 呃 足球啊 带着球衣啊 因为你碰见世界杯国脚杨晨 是吧 或者说现在网红国脚 这个 徐亮啊 包括前国安队队长周宁 嗯 都可以 你包括你要遇到 李浩颜 是吧 包括你遇到这个 王银 是不是 唐华健 你都 如果你要愿意 呃 想让他们先留个签名 万一将来 是吧 踢上武当联赛了呢 是不是 你这不就是 就齐了吗 对不对 啊 所以我们这个 呃 集训的地点呢 是在 哇 是什么 昌平 康比特运动城 啊 康比特运动城 在昌平啊 昌平 康比特运动城 好 呃 我们也是 希望呢 就是通过这次啊 公开的 因为所有的比赛都直播 嘛 所有的比赛都直播 我可能会解说 啊 因为评审 不用我嘛 啊 不用我 呃 能够向大家展示 呃 中国的 2011和2012的 呃 这个 相对高的水准 我不敢说最高水准 因为有些职业梯队 呃 已经网络了 呃 我这么说 我这么说 我开玩笑 其实这不是我说的 我的说法 这是吴志鹏的说 开玩笑啊 开玩笑啊 这不是真的啊 这不是真的 所以呢就希望 就是能够展示出来 这个中国的 201 2012的 优秀的这些球员 大家可以看 其实他们虽然说啊 和09的比起来呢 是小卑鄙 但是他们也不小了 你想象一下啊 在2011 在2011 我们是2018年建立的吗 小将 小将 17年 我们在17年的8月份 我们去上海 去打响了 中国组小将 走向全国的第一枪的时候 那个队伍里面 你像这个 这个李显文 孙晨熙万象 和这个黄宇超 都只有8岁 而 像谢赫 像这个 谁 杨百帅 现在这个苏州女族的大腿 他们只有7岁 他们只有7岁啊 他们只有7岁 而 这个 当我们 在2018年 在西安 是吧 西安站的时候 我们的U7 是U7吧 U8 17年在杭州 17年在杭州 我们当时这个U7这个队伍里边 已经有这个像张林彤 李东辰 张艺驰 还有一个5岁的 还有一个5岁半的 和和 我们 还有王淫 对 6岁的王淫 6岁的王淫 已经走上了 中国组小将的这个 这个全国 循回赛的赛场了 所以你说现在的 你比方说12年的 李浩岩 和和 张淑豪 包括深圳的乐乐 是吧 深圳乐乐 据说 有这个 北和和 南乐乐 这个说法 是吧 现在就有东邪西毒啊 现在都是 都给弄过来了 大家既能看到北和和 也能看着南乐乐 再看看 东丢丢 西插插 这那都有 反正总有一款适合你 总有一款适合你 所以我是非常的期待的 这里边呢 既有大家熟悉的 曾经呢 参加过中国组小将 2011的这个 这个 循回赛 或者是 表演赛的 你比如说像 王淫啊 吴浩航啊 这个 胡嘉诚啊 唐华健啊 李子宁啊 是吧 然后这个 李浩岩呢 何何啊 这些 陈子晨啊 张雨田啊 郑志毅啊 文静尧啊 是吧 也有新冒出来的 你比较北京的沙明啊 是吧 然后像这个天津的余顺青呢 然后上海的这个 上海 小红来不来 小红不来 小红被幸运轻弄走了 他已经离开幸运轻了 他离开幸运轻去哪 去深花了 没有 被一个 被包了 是吧 小红他这么就离开了小匠了吗 把苏州最佳运轻弄园都给你了 完了你不来 你这不相当于那年 我们在广州打比赛 人家广州恒大足校 把这最佳运轻弄园 把最佳运轻弄园给框罗雷了 那框罗雷现在也不去 去土耳其了 还有这个 比较说这个什么 蒋成志 新来的 蒋成志 北京十字 伤了吗 刚好 刚好 他不行 他不行 他来不了 杀明有了 还有谁 还有你 可能你不认识 小红来 小红来吧 来来来 我说的嘛 上海的小红 苏州的冠军挑战赛的最佳球员 他也一二的 那小红提的非常好 对了 还有这个十门五小的王一博 现在王一博应该说 一会儿新华社 一会儿人民日报 王一博 完了一会儿 那个校长 现在校长已经不行了 已经到县长 县委书记县长和县常委 直接给十门五小 教练谢波和他的队员 颁发荣誉证书 是特别贡献奖 然后以及奖金五万元 这当初呢 我呢 就是代表足小将 是奖励了十门五小五千元 所以县委 县政府一看说 一个民间的机构 都能给十门五小 奖励五千元 我们作为一个这么大的县 作为这么大的一个县 既然说这个队伍能够给我们十门 争光 让很多的中国球迷 知道中国的版图上还有一个十门 十门呢 一咬牙 给了五万 给了五万 所以王一博呢 也将出现 那么我呢 将会有一个设计 老二是不是明天回来了 星期大吧 明天应该回来了 不是 老二周 那个十二号肯定回来吧 十二号肯定回来了 老二十二号回来呢 我将啊 我将 我有 我有 我有一个想法 我有一个想法啊 这个想法是 啊 这是我们拍摄的十门五小的纪录片的最后 这个王一博 他描绘了一个 他所欣赏的两名中国组小将队员 朱尼奥和老二吕梦阳 如果说他们三个在一起 要有一个比赛的场景 那么王一博是这么描述的啊 王一博是这么描述的 王一博说 我拿球给 给朱尼奥 朱尼奥打来二回一 我下地 传统 那个 于沐阳包抄 把门 求情 好 所以在 这次的 昌平 我将让 王一博 朱尼奥和 吕梦阳 三个人 去完成 王一博 在纪录片里面 所想象和描述的 这个场景 王一博 中场拿球 把球给朱尼奥 两个人做了一个二过一的配合 王一博下地船中中路 没有 就是一个人打的 就一个人老打 就是一个人 你刚才没说小辫 陈小北吧 对 小辫 陈小北 那我不可能 全都记住 新来的 成都的王立尧 成都王立尧 是吧 所以这个周末 也期待着 周六周日 大家通过我们的直播 来了解 中国朱小将 悠久的 这个 公开的选拔 那么 我们是这么想的啊 就是 这三十多个孩子呢 我们呢 将会定期的 表示一个月 组织这样一次的选拔 那么 通过这次选拔呢 就组建一个队伍 这个队伍呢 就参加下一次的比赛 明白了吗 就是我们是流水不浮 互输不渡 让他呢 不断的 有这种 良性的竞争 让这些优秀的 状态好的孩子 都会进入到 下一次的比赛 阵容当中 好吧 好不好 嗯 对 每一次都要选 这是我们接受了 这0910的一些 一些一些 这个流源 球员流动 你知道吗 就是当 当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 清华附中的陈老师 去鲁能 嘛 然后跟李肖鹏 李志导 聊起 这个清华附中的 这个队伍的时候 他们就说 那你这个队伍 啊 肖鹏说 我这个 你这个队 队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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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队 队队队 你这个队队 没有没有流动 没有流动啊 这这这 这是最大的问题 就是他不像职业队 职业队 他可以有流动 但是咱们这个呢 可能就是他不流动 啊 有很多朋友说 鲁能的大鱼 我真的不关心 我也不知道 你也别问我 因为我真的不是那种 通过啊 什么这个 通过什么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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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贩卖消息 来博得眼球了 我也真的不知道 这甭管谁来 反正谁来 肯定是 这是在关注呗 你说呢 好吗 大鱼我真的不知道 谁是大鱼 就是别最后弄成个鲸鱼就行 鲸鱼再大 他也是个鲸鱼 湖南长德石门县 对 张啸锐的儿子 我听说了 张啸锐的儿子踢的是真不错 真的 是 所以我为什么说 我们很希望 就说去天津嘛 本来我们约的是 跟天津太达是吧 还没约 早就有约了 早就约着 因为他那个 这个 呃 清训总监是石永师的 吧 石永 石永将来呢 不是将来啊 原来呢 也是天津太达的 这个 是没有上一波 中位 没有上一波的疫情 他在 他到底期了 对 可以吧 今天就聊到这 还有什么问题吗 我真的不知道 这个大鱼这个事 别问我 你还不如问班尼呢 因为关于这个 鲁能的这个 演员的这些消息 我也真的不知道 我这个比赛是开放的 大家可以去 真的 你要在 他那个 他在什么地方 超品 我知道超品 我呀他产品吗 对吗 在什么地方 离京 京城高速近不近 是走G7 还是走G6 是吧 跟大家 说一下 瞒了周末 咱就过去 也也别 你在这也看不见 中超的现场 对吧 都是隔岸观火 那么你为什么不 到现场去看看 中国足球的未来呢 因为你现在看的 中国足球并没有未来 对吗 你看的中国足球 有未来吗 实话说 你自己闷心自问 就多少条大鱼来 跟你中国足球有关系吗 是吧 所以你更多的得看未来 是吧 更多的得看未来 是吗 离地铁站不远 昌平地铁站 是吗 几号线 昌平的不是线了 昌平是线吗 昌平站 这就叫昌平线 那前线就叫昌平线 昌平线 线路的线 昌平站 1.4公里 1.4公里 下了地铁 溜达溜达就到了 我们会 那有看台吗 没有 没有看台 对 就不能租 石井山停产吗 咱们这么大的一个选拔 不就是以前吗 你卖俩孩子 都回来了吗 我们今天 卖卖试试 卖卖试试 停车收费吗 不行 我出停车费 你来吧 班尼出停车费 因为他刚卖完花生 所有的开车去的 最后统一 找班尼去报销 停车费 因为我感觉 在昌平那个地方 你就停一天 也没多少钱 它不像是 你在南站 停一天二百多 我报了停车费 好吧 现在我们有个朋友 反应特别快 现在打出了几个大字 58同城 超之计 听说现在抽奖了 现在来了 他这个网 是一计的 一计的 江苏省长杯 今天这个比赛 我看着 哎呀 反正这个 老大老二 小和这个队 反正最后 反正是输了 因为这个张家港 贝贝呢 确实是 因为08的队员多 因为这几个都是09的 老有人说 0809差不了多少 但其实还差不少 然后呢 就双方对标大脚 这个能理解 因为冠军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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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办法 踢的也就踢成这样 老二 获得最下射手 可以 因为那个张家港 贝贝啊 有一个队员 我很熟悉 17号 叫 靖江涛 他是苏州市队的 他呢 是超级少年 这个苏州队的 这个 主力 左边前卫 这个孩子 非常 踢得非常好 踢得非常好 然后呢 这个输了 输了 这个球反正 你要说 徐州这个 对这个决赛 踢的反正 比较紧 没有鲁 没有鼓楼啊 踢的那么 灰灰洒洒 然后关键就是 张家港贝贝 今天也特逗 也是飙大脚 怎么突然之间 都没有放弃传控了 难道你们都是受 中国猪小将的传染吗 啊 我们开大脚 我们可是跟 多德蒙德开大脚 我们是跟 巴萨开大脚 你们跟张家港 你们跟徐州 你们就开大脚 你现在赢了 现在你能赢到未来吗 你输了未来 啊 张家港贝贝 你们赢了现在 输了未来 这不是我说的啊 这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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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当初评论我们的 评论我们的朋友说 赢了现在输了未来 赢了现在输了未来 五四腰啊 五四腰现在踢的最好的 是河北华西湖 因为他通过人员的调整 但是他阵型不乱 尹鸿博没踢过左翼尉 张成东打中 脱后中尉可能也不多 因为又没有人行 反正赵宇豪本来又踢后腰的 然后那个踢中后尉了 然后王秋名本来是踢边路的 现在踢后腰了 所以即使换了人了 但是仍然能够完成 五四腰的这个这个要求 那么我觉得 谢峰对五四腰已经吃痛了 真的 谢峰啊 对五四腰已经吃痛了 而且谢峰能够说服这个这个 高拉特和和这个保利尼奥 能够防守出忍住不上抢回味 我就认为他能控制高拉特 就说明谢峰的人格魅力 或者叫更衣室的这个掌控能力 还是相当不错 真的 谢峰 一个好汉三个棒 谢峰旁边也都是跟了自己多年的兄弟 包括队一双印双耐 所以在中国呀 中国是有圈子的 中国是圈子文化 你要没有自己的队伍 没有自己的摄影 灯光 化妆 制片 副导演 你根本 你根本拍不了电影 所以都一个圈子一个圈子 一个圈子 老大有饭吃 一个圈子就都有饭吃 维加会员 维加会员等着啊 我现在因为今天下午呢 训练 然后有一场分队比赛 然后我刚才自己呢 用这个 我刚才自己用 用这个手机呢 编了一个三分多钟的 一个小视频 大家可以看一看最新的 这个中国做小将09 在今天下午的分队比赛 是对初中的 初中的这个队伍 有一些片段 还可以 因为刚刚开始恢复训练 大家听一听这个喊声 看着啊 大家你听一下这喊声啊 可以吧 就是一堂普通的训练课 你能听到孩子们 这个这样的这个 呐喊声 出来 出来 看 我这个是我满意的 技术战术都可以在练 但是这种精气神 这种这种 这种这个训练当中的 这种全情投入 是非常非常 能够这个 振奋人心的 蒙虎下山 蒙虎出山 在朗宝 U12梯队 实话说呢 也陷入到 这个德国人的 也是看似简单 实则也是复杂的人际 关系当中 因为呢 这个队呢 一共有20个队员 20个队员 就是20个孩子 20个孩子 背后 是他妈 40个家长 全世界都一样 家长都是自私的 所以 当 20个队员 只有14个人 能够去歌唱的时候 那么 剩下的6个 队员的家长 不满 有意见 有意见 为什么不让我儿子提 为什么中国人 来了就能提 为什么加拿人 来了就能提 我是土生土长的 Germanan And German was my native language When I was still a young man I was forced to leave my homeland For political reasons 他们就跟教练这么说 然后 所以 就是 没办法 但是呢 Erik呢 还是凭借自己的 这个能力 凭借自己的能力 这边是不是 45度炸的房间 已经关了吗 咱们先把 这小皮线关了 两个小时 差不多够 让那个 班尼现在开始接单 开始接单 行了吧 这这边也都 是不是都走了 都睡了吧 小手呢 现在还有多少人 打个招呼 小斗 有多少人 行不行 嗯 我的包呢 我的包呢 一会儿我回家啊 一会儿我回家呀 我开 我开这个 小小小小一 啊 回家路上听歌 怎么样 可以吗 回家路上听歌 可以吗 你十二点还约了电话 谁电话 谁约的 我没说十二点 你说就把十二点 我说的是凌晨 我说十二点了吗 不用 德国的电话两点打 不用十二点 太早 十二点 咱们这十二点 德国才四五点钟 对吧 好 这这这这这 微家会员的 苹果系统的吗 来吧 我现在发一个 微家会员的啊 哎呦 我说 我那我那我那什么呢 我这充电宝呢 我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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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车上没有插销 哎哎 好像有啊 好 我先把今天的这个 我现在发一个 微家会员 今天三分二十秒的 这个训练比赛的 呃呃 一个集锦 啊 大家看看 其实可能现在刚恢复训练 不见得说有多么高的 呃 激战术水平 但是你就看看这个孩子的精神状态 好不好 好吗 看看孩子的精神状态 呃 对 可以了 好 感谢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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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 感谢这个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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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